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不同的争议嘛 这边你们其实也可以自己点来看 就是你们要选择阵型的军期之前 你怕选错的话还是可以再看了一次 第一个阵型拱形阵是增加普攻伤害5%了 他用的军期全部都是北海 第二个阵型气形阵是增加技能伤害5%了 用万神的军期 接着燕形阵 这个就是所谓的远程攻击 但是远程现在没有出远程统帅 也没有远程的装备 所以现在用其实不太适合 而且这边也有讲了 你的统帅必须要有攻城 这个天赋才可以释放主动技能 一般的统帅是不会释放的 对其他部队造成百分比增益效果时 增益效果为元素值1.2倍 与元素值加比最多增加5% 然后用铁血的军期 空行阵做到的所有伤害降低2% 鸢尾军期 一支阵是采集用的 这个不重要 还有这个三异症 增加性进速度5% 每个阵型都有自己增加的争议啦 然后后面采集跟那个跑速的 其实也是有用到的 像你可以放在一些采集统帅啊 又或者是你要去采集符文之类的 可以用那个跑速的会比较快一点 有部分的阵型还是给打仗用的 那么比较多人选择这个阵型嘛 这样我就试试看开里面有什么东西 开到三个金呢 其实它全部都是紫色的 那这边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啦 它的名文呢有时候它会给你有时候不会给你 像我第一个名文就刷出了神速 增加性进速度1.5% 那你们就讲说 哎呀他给一个工程车的技能哈哈哈哈都没有用了 不过我们在之前威力加强班有讲过 那个远程统帅呢 其实他是要带工程车才有争议的 虽然现在的远程并没有限制说一定要带工程车 只不过你刚好刷到的话 其实效果还不错啦 反正工程车跑得很慢嘛 除了增加工程车的争议之外 还可以跑得比较快 所以我第一个军器还算是可以接受 那我给你们看同一件军器 它的争议又是不一样的东西 有步兵的 有打野的 有工兵的 全部都不同争议 骑兵 工兵的 那我工兵那个是有刷到名文 部队造成的反击伤害提升3% 工兵加反击伤害的话 你们可以把这个军器给进3-3 接着打野跟骑兵 部队负载跟骑兵 部队防御力增加3.5% 如果是这种名文的话就非常好 没有指定兵种 全部都可以用 就是我刚好不走运刷到一个什么部队负载 不过还是有骑兵跟工程车争议 骑兵争议会稍微高一点 3.4%还算可以接受 最后也是一样 不过是工兵的 技能伤害提升1.5 不过它的工兵争议其实很低 只有1.9而已 部队负载也只有5% 那你们看下来 是不是真的很像原生的剩余物 那它这里的名文呢 其实是可以改的 不一定要用回它原装的名文 只不过你要改名文的话 你就必须要拿到它那个道具 才可以更改 那我这里的军器看下来 其实都还算不错啦 对于有混兵的玩家 像我是村骑兵的话就很麻烦了 那接下来的箱子 我们也是开同一个阵型的吧 一般玩家应该也是会这样子选的 要配的话也比较容易配 第一个拿到采集步兵骑兵 打野攻兵骑兵 步兵骑兵 工程车速度步兵 负载步兵骑兵 最后是骑兵攻兵攻程车 要完全刷到同一个兵种 还是比较难一点的 那你们可以看到 右上角有一个锁头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军器的话 可以锁着 以免你们自己按错拿去回收 至于名文方面 你们可以自己点开查看 你获得这个更改道具 它点开里面是已经指定好 它会增加什么争议 把名文的道具 当你去商店购买的时候 它是已经写好了 所以你们可以选择 自己想要的去购买 那官方说它的争议 其实没有相差和愿 你们可以自己点开来看 你看增加多少 每一个阵型可以放四个 然后你可以带七队队伍出去 假设说你刷到一些很好的名文 就好比方说这个 把伤害提升8% 在七队队伍里面 你带同样的军器 拿到的名文效果 全部都是一样的 可想而知这边相差有多大 所以你有搞跟没有搞 是差别很大的 之前的测画面 对面官方里面有提到 阵型系统只是单纯 为了增加属性强度吗 它讲不是的 你听他放屁 你们之前搞那些什么装备 所以你要搞到又有天赋效果 又要搞金色 又要搞失落的装备 浪费了这么多材料图纸 结果他的争议还不如你搞军器 所以现在是搞军器的时代 并不是搞装备的时代 如果你们现在有什么图纸啊材料啊 你们去做金装就好 不用再弄专属 啊装属已经没有用了 这个是观众发给我 你们也可以自己看一下 游历的时候 他拿到一些什么材料之类的 不过我发现到 闲者之阵真的比较容易拿 我们除了委托可以拿到之外 你们看到左手边那个箱子吗 我看到这个人打开 最后拿到的就是闲者之阵 这个箱子并不是全部是金色的 有金色紫色闲者之阵 由于现在只有K2才有开放军器而已 那我们可以看到K2的奖励 最终胜利者 要在KVK结束的时候 是占领圣称才可以拿到这个东西 然而这个箱子很强哦 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名文 那K2K3是没有征服商店的嘛 要到征服赛季才有商店 我不清楚之后 征服赛季有没有这个箱子 假设说是有啦 我们除了可以拿到这里之外 在商店又可以额外去买 你又有征服赛季 又可以额外买更多的名文 简直就是屌上加屌 回收他给的硬币 有分成金色跟银色的 金色的捐细 他是给金色的 如果你是没有名文的话 只会给一个 有名文的捐细 他就会给两个 紫色的名文是给银币 没有名文的给两个 有名文给四个 假设你全部都不要的话 上面可以勾选全选 你就可以看可以卖到多少钱 接着去指定商店购买 之前我有介绍过了 那你们可以看到 金币要换到一个名文币宝箱 要180个 就是说没有名文的金色军器呢 你至少要回收180个才可以换 那现在我们是有出这个活动嘛 布阵迎席 不过让我感到意外啦 他最后奖励 有给两颗金头 之前看介绍的时候是没有给的 那从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远程统帅 他这里是唯一一个没有装备的 那可能说官方还没有搞到装备 又或者是官方还没有放出来啦 可是现在军区这么厉害 远程统帅有没有必要安装装备呢 远程阵型要有这个功成天赋 才可以发动主动技能 那么这一次活动其实很简单而已啦 我也不想要介绍这么多 不过我看到有一些观众 讲他们最后一关过不了 没有办法拿到满心 这里我就介绍一下我自己的玩法啦 我会把理查跟远程统帅 放在外面的仓库 潮潮放下面 关羽放上面 然后远程统帅放的位置 必须要覆盖到理查 保护理查 因为理查他只是负责防御而已 他没有什么伤害的 打这一关你们应该也可以发现到 外面那个仓库的野人呢 是来的特别多的 所以这里必须要放两只 那到了最后 潮潮跟关羽那两边打完之后 全部就跑过来帮忙理查 用那个方式就这么简单 就可以拿到满心了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难度啦 那么大致上是这么多啦 我现在才发现到 K2也是可以自己选统帅的 选到铁木针了 自己征服赛季多几天就可以解锁威廉跟孔雀的美日特卫宝箱了 速度还蛮快的 现在第四代已经进入了 我们现在已经出到第七代统帅 那么你们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